当晚,威廉亚历山大国王在王宫为习近平举行盛大国宴。王宫内,水晶灯辉煌,玉金香花绽放。 威廉亚历山大国王,马克西玛王后,贝亚特利克斯前女王,共同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到来。 宴会上,威廉亚历山大国王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,表示习近平主席到访,令荷兰人民深感荣幸。 中国是古老又充满活力的国家,中国人民勤劳智慧,正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。 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,荷兰珍视同中国的友谊,愿同中国在实现各自美好梦想进程中携手合作。 习近平在致辞中说,一踏上荷兰土地,我们就感受到荷兰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意。 中国和荷兰虽然分处亚欧大陆两端,但两国交往远远流长,是东西方文明互学互建,共同繁荣的典范。 进入二十一世纪,中国同荷兰和欧洲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,荷兰是欧洲的门户,我选择从荷兰推开欧洲的大门。 欧洲是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级,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,愿同欧方加强全方位合作。 希望荷兰为促进中欧关系发展,做出新的更大贡献。 宴会自始至终,充满热烈友好的气氛。 王沪宁,栗战书,杨洁篪等参加宴会。 王沪宁,栗战书,杨洁篪等参加宴会。